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在脖子上加了一圈围巾 所以干脆命名为围巾恐龙 这家伙其实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怪兽 因为他是由怪兽博士在尼斯湖发现的弹反育出来的 本质上应该是恐龙的一种 就是在这一集中奥特曼使用了奥特挑衅 并且他们两个还互相展示了一波技能 吉拉斯用光线打碎了一颗石头 初代反手就打碎了两个 吉拉斯不服气要跟初代比试比试 结果就连围巾都被扯了下来 下场不要太惨了 你说你没事惹人家奥特曼干嘛呢 在艾斯奥特曼中 大多数超兽的命令都是非常悲催的 因为艾斯不仅是个会放光波的法师 还是个爱用断头刀的猛蛮 结果搞的许多怪兽都是被他活生生的切死的 但是有一只怪兽更惨了 他不仅被扒皮 而且最倒霉的是 他没有死在奥特曼的手里 而是死在了同伴的手下 他就是鱼形怪兽穆鲁奇 本来这家伙和另外两只超兽合力对付艾斯 打得非常尽兴 结果一不小心碰了下 额超兽德拉格里 这位大眼睛美女生气了 老江市你说碰就能碰的吗 今天必须给你扒了 然后可怜的穆鲁奇就被连着下巴全撕了下来 做成了生鱼片 前面几位首次的怪兽至少还是肉做的 到了新生代奥特曼欧布 已经开始首次机器人了 没错 就是利用了纳维大人和贝利亚力量 融合到暗效形态 一上来就打掉了一架碍事的人类飞机 紧接着拆掉了加拉特隆的右手 然后拔掉了他的尾巴 场面一度十分血腥 不过机器人也有血液吗 这到底是汽油还是血啊 最后的Z胸母光线特效也是满分 果然是纳维大人的力量 就连贝利亚都压制不住了吗 好了 关于奥特曼首次怪兽的剧情就说到这里了 记得给动漫星期人评论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感谢观看